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隋阳帝最新传记,您叫隋阳帝,作者名为雄存瑞,瑞为瑞,他出生在四川省,现为终身教授,为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,作者对隋阳帝的考据进行了扎实的考证,而且,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隋阳帝是如何成为一个暴君的典型代表,说到暴君,我们总觉得这是一种心狠手辣的表现,但是隋阳帝杨广是否残暴,那就很难说了, 他即位后第二年,对法律进行了修订,其中二百多项罪名都得到了减刑,这一举措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,百姓们被严刑拷打了这么久,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,你可能会说,隋阳帝杀了他的父兄,难道他不是一个暴君吗? 其实在古代中国,权力争夺是常有的事情,而且杨广杀了自己的父亲杨坚,也只是一家之言,他登上皇位后,杀死了废太子杨勇,但唐太宗李世民却杀了李建成李元吉,结果李世民不但没被骂成暴君,反而成了明君的典型代表。 由此可见,古代帝王为了争权夺利而杀死自己的亲人,并非暴君的理由,在今天的书中,作者指出,所谓的暴君并不是一个人的性格,而是一个儒家对皇帝的评价,这句话有两层意思,一是皇帝独断专行,不听臣子的意见,二是皇帝对社会资源的利用,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,隋阳帝之所以被儒家称为暴君,就是因为他满足了这两点。 更重要的是,隋阳帝与儒家之间的高压线,是历史大势的推动,隋阳帝的独断专行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,而隋阳帝对社会资源的滥用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。 今天,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还原隋阳帝的形象,第一,隋阳帝独断专行是出于什么政治需要,第二,隋阳帝肆无忌惮地利用社会资源,这背后有什么历史必然性? 首先,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,隋阳帝平日里独断专行,不听劝告,这似乎是他的性格问题,但为什么要说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呢? 后世提到隋阳帝独断专行的时候,都会提到这样一个罪名,那就是隋阳帝阳广齐备后的第三年,大臣高贺若碧和宇文碧,私下里就说过,隋阳帝犯了一些错误,比如当时东突厥启明克汗带者随从前来朝进隋阳帝,隋阳帝就命人修建了一切。 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帐来迎接,再比如,隋阳帝最近有点沉迷于音乐杂技,喜欢音乐,而女人们听到这些话,就向隋阳帝告状,隋阳帝一怒之下,把三位大臣都杀了,还把他们的儿子发配到边疆去了,被人在背后指点几句,就把人给杀了。 这不是独断专行吗?其实,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三人都有相似之处,高炯出身渤海高氏,出身名门,宇文碧是北周皇室的人,北周的皇帝是宇文碧,隋文帝阳间篡夺了宇文家的皇位,建立了隋朝,还有姓赫的赫若碧,赫若姓先碑,赫若碧姓先碑,隋阳帝杀了三位老臣,其实是为了打击贵族,巩固皇权。 在这里,我们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隋朝建立的历史,隋朝的建立与陈英克先生称之为关隆集团的著名政治势力有关,关隆集团的创立者是先碑贵族赫若月,北魏孝文帝下令,将陕西关中至甘肃隆山一带的军事力量整合为一股军事力量,从而形成了关隆集团,赫若遇死后,宇文泰的部署宇文泰又在关隆集团内设立了八驻国十二位将军, 这二十位将军由二十个固定的家族共享,这些家族不仅是军队的统帅,也是国家的首脑,宇文泰是关隆集团的老大,后来他的儿子建立了北州,关隆集团中有一位叫做杨忠的将军,隋文帝杨坚为杨忠之子,杨坚之女为北州太后,杨坚篡夺小孙子宇文产为帝,建立隋朝,所以杨坚篡夺北州皇位,其实就是关隆集团内部的一场明争暗斗,杨坚登基之后,自然是要防备关隆, 关隆集团的其他成员,而且,除了关隆集团之外,杨坚还面临着山东士族这个大敌,魏晋时期,士族门阀势力庞大,南北朝时期,孝文帝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支持,颁布了诏书,列举了大量士族门阀,以维护自己的利益,这些士族大多居住于华北平原太行山以东,故称山东士族,刚才提到的高雄,是山东士族中的一个代表, 渤海高氏,除此之外,还有亲和崔氏和太原王氏,隋朝建立以后,他们的势力还很大,皇帝都要给他们几分拨面,一句话,关隆贵族作为新贵族,与山东士族作为旧贵族,都活跃于当时的政坛,隋朝的两位皇帝,从隋文帝到隋阳帝,都面临着与新旧贵族的斗争,隋文帝杨坚有个儿子杨广,或许你会觉得他是个仁慈的皇帝, 但事实并非如此,杨坚颇有秦始皇之风,热衷法家手段,甚至连其子杨骏贪污公款,都表示执法公正,严惩杨骏,众所周知,把加利来与皇帝集权相联系,为了实现集权,杨坚重新整理了南北朝时期混乱的政治体制,创立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,中央分为内十省,门下省,上书省,后来内十省改为中书省,三省共设六部,负责朝廷日常事务, 三省六部制对皇帝有利,请注意,三省六部制度与汉朝相比,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他并未设置丞相,丞相是文武百官之首,经常能与皇权抗衡,三省实质上是皇帝的秘书机构,对皇帝俯首称臣,不过,上书省的总管叫上书,经常向皇帝和文武百官传递消息,所以,他的权力并不比丞相差,隋文帝在位时,上书的位置经常控着, 上书省的日常事务,由上书的副首上书普耶负责,比如著名大臣杨肃就是上书普耶,隋阳帝杨广登基后,对新旧贵族的敌意更重,前面提到的杨肃出身贵族,曾驻杨广登上皇位,与杨广关系匪浅,杨广登基后,经常提防杨肃,所以杨肃病重的时候不肯吃药,杨广登基第二年就去世了, 对于杨肃都如此,隋阳帝自然不会客气,说到这里,我们再看看隋阳帝杀了高雄等人,这其中的猫腻就更加明显了,高雄宇文帝和若碧三人出身名门,年纪都在60岁以上了,隋阳帝杀了他们,其实就是为了立威,隋阳帝杀了这三人后,又立下大功,他故意绕开普通官员的任免程序,找了一批低级官员参与决策, 这些官员,没有任何政治背景,他们的命运,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中,于是,隋阳帝实行了更大程度的集权,于士基是隋阳帝重用的代表人物之一,他的父亲是陈朝的高官,陈朝灭亡后,于士基跟随父亲北上,阳广继位之后,就任命他为内使侍郎,这个职位虽然不高,但是于士基却能接触到核心机密,并且为隋阳帝起草诏书,成为朝中权力最大的人, 他的权势并非来自于家族,而是来自于隋阳帝,隋阳帝之所以重用于士基,是因为他在朝堂上根基不稳,跟着陈朝投降,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,现在皇帝破格提拔,难道还不听他的,你看,隋阳帝以隋文帝集权为基础,铲除贵族大臣,任用没有背景的亲信,建立了一支听命于他的小集团,贵族大臣们再也没有机会向他提出任何建议,而他的新妇们也知道, 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陛下的意愿,他们只会报喜不报忧,这让隋朝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恶劣,隋阳帝在位的时候,全国各地都在造反,各地都传来了叛军的消息,于士基接到奏折后,就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删掉了。 有一次,于士基不小心,隋阳帝看了一份奏折,上面写着,黄河以北,几十万起军向朝廷投降,皇帝看出了其中的蹊跷,问于士基,一次降兵数十万,天下哪有这么多人造反的? 于士基轻描淡写地说道,再多的老鼠,也不用担心,掩盖了这件事。 隋阳帝曾经跟于士基的弟弟于士南聊天时说过,啊,我最讨厌别人提意见了,那些贵族要是想靠自己的意见博取名声,那才是最讨厌的,如果是那些卑贱的人对我指手画脚,我或许会手下留情。 隋阳帝在这里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意,那么他所谓的独断专行,主要针对的是哪些贵族,长期以来,隋阳帝独断专行备受诟病,与其王国君主的身份有很大关系。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,往往会以成败论英雄,哎,同样的事情,如果失败了,那就是独断专行,不听劝告,如果成功了,那就是力排众议,独断专行,隋阳帝很不幸地成为了一个失败者,社会资源的滥用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不过,隋阳帝的所作所为,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,首先,隋阳帝做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情,不过,一个皇帝想要劳民伤财,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,方便皇帝调动社会资源。 这是隋文帝杨坚留下的一套制度,具体来说,就是隋文帝在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,首先,他规定地方官员由力部统一任命,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任用官员的状况。 其次,把原来的周、郡、县三级行政机构精简为周和县两级,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,提高了效率。 同时,他还规定各州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,以充实官僚队伍。 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行政权归于中央,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 所以隋阳帝在位时,可以方便地调动全国各地的资源。 哎,他抑制不住想要立功立业的欲望,这才成就了他的伟业,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暴君,再看看隋阳帝的所作所为,是不是纯粹的浪费资源。 提到隋阳帝,很多人都会想到大运河,请注意,隋朝修建的大运河与后来元朝修建的金航大运河不同。 金航运河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北京,而北京则是由南方运输,隋朝大运河为洛阳服务,隋朝大运河的中心就是洛阳。 从地图上看,大运河北起着郡,即经北京地区,于杭南岛,即经杭州地区,但是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,中间特意向西拐了一个弯,直通洛阳,所以隋朝修建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有二。 一是南北连通,二是为洛阳服务,在这两种目的的背后,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,我们先来看看南北的联系。 隋朝建立之前,中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的状态,隋朝统一后,南方和北方要想真正的融为一体,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 更何况,隋朝在北方崛起,在南方的统治并不稳固,隋朝刚刚统一不久,南方的叛乱就爆发了。 在浙江绍兴的惠基一带,有一位名较高智慧的人带头造反,隋阳帝派阳素出兵镇压,平定叛乱,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叛乱,必须保证有能力将军队和物资运送到当地。 公元605年,隋阳帝下令修建一条通济区,连接洛阳和淮河四周,开始修建大运河。 隋书记载,通济区的修建动员了百万多名劳工。 同年,他还发动了十几万名工,修建了寒沟,连通了长江和淮河。 公元608年,隋阳帝下令修建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,即永济区,连接洛阳河和卓郡。 永济区由洛阳向北穿越华北平原,最终到达今天的北京,这项工程还动员了百万工人。 资质通建中甚至有记载,当时男子人数不足,开始睁目妇女。 两年之后,隋阳帝下令在江都与渔航之间开凿江南河,江都及扬州,渔航及杭州,从而使大运河向长江以南延伸。 隋阳帝前后不够用,大约用了五年时间把大运河修好,南北连成一体。 这样一来,江南地区的粮食就能供应北方,中央军队也能随时镇压叛乱。 不过,我刚才说过,大运河并非直线,而是故意在中间转了个弯,通向洛阳。 洛阳,隋朝的都城,名为大兴城,位于长安城的东南方向,是隋文帝建立的新城。 唐朝的时候,这里就被命名为长安,但大兴城地处关中,人口稠密,本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。 关中与外界交通不便,从外地运粮,也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。 洛阳帝处中原,四通八达,而且,隋阳帝认为关中与中原南方相距甚远,建都于隋朝不利。 隋文帝死后仅仅一个月,隋阳帝五帝杨亮在洛阳造反,隋阳帝受到了极大的刺激,平定叛乱后,他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准备,大量的民工开始修建,所以大运河其实就是迁都洛阳的一部分。 大运河建成后,洛阳成为全国物资集散地,隋朝在此设立都城,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,这种地缘政治一直延续至唐朝,唐朝一直把洛阳作为东都,与长安并立,武则天更是直接迁都洛阳,洛阳的政治地位就是靠着大运河维持的。 有趣的是,唐代对大运河的评价曾发生过变化,唐朝前期,隋末大乱刚刚过去不久,唐人对大运河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,认为大运河是劳民伤财,安史之乱后,北方经济遭到破坏,中央政府越来越依赖南方的物资供应,人们对大运河的评价也逐渐转向正面。 当时著名诗人皮日修还写了一首诗,道隋王为此河,至今千里,若无水电隆州市,共论功劳并不大,意思是说,隋朝就是因为这条河才灭亡的,但直到今天,南北交通还得靠它,如果不是建造隆州享乐,隋阳帝的功劳甚至可以和大禹相提并论。 对于隋阳帝来说,皮日修并没有过高的评价,陈寅克先生指出,朝廷乱使运河运输中断,中央政府无法及时从江南地区获得物资,于是唐朝政府走向灭亡,由此可见,隋阳帝修建大运河是顺应时代潮流,功不可没,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大运河地图,也许会有疑问,运河是连接着洛阳与江南的,这很容易理解, 但隋阳帝为什么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,修建一条直通北京的通缉区呢?隋阳帝又做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远征高沟里,高沟里王朝建立于公元前四世纪,于公元六世纪达到鼎盛时期,位于中国东北部,请注意,高沟里不同于北方的游牧民族,他们是一个极权国家,拥有完善的政府机构和强大的军队,所以隋朝以来历代皇帝都视之为心腹大患,隋阳帝为了灭掉高沟里, 居然把自己弄成了重伤,他曾经三度亲征高沟里,结果反而激起了国内农民起义和地方官员的叛乱,导致隋朝灭亡,但是,在历史的长河中,隋阳帝的选择是否是错误的,唐朝建立后,李世民唐太宗亲自出征高沟里,对高沟里造成了极大的消耗,唐高宗李治在位时,联合朝鲜东南地区的新罗,将高沟里彻底剿灭, 为什么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们会为了高沟里大动干戈,由于高沟里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,又与华北平原接壤,是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,高沟里和隋唐的关系,就像迦太基和罗马的关系,经国和明朝的关系,准嘎尔的关系,即使在高沟里灭亡后,东北仍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, 契丹的辽国,女真人的经国,满族的清国,都是东北的政权,由此可见,隋扬帝对高沟里的远征,绝非一时兴起,而是当时形势所迫,总之,隋扬帝肆无忌惮地利用社会资源,其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必然,隋文帝为他留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体系,这给了他完成重大历史使命的机会,大运河的修建和对高沟里的远征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,我们可以说是急于求成, 但是具体的历史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,急于求成,其实是事后诸葛亮,那个时候,南北联系还不是很紧密,南方还发生过叛乱,高沟里的威胁越来越大,让隋扬帝有一种是不我待,只争朝夕的感觉,理解了当时的形势,我们对隋扬帝的认识才会更加真实,立体,这个扬字是隋扬帝唐高祖里冤赐给他的,扬字有特定的含义,如违背礼法,疏远百姓为天命,欺压百姓, 等等,对于隋扬帝的负面评价,林杰在魏征所写的隋书中,隋朝的隋扬帝基本上就是一个荒淫无度,归金如土的败家子,冷酷无情的杀人犯,独断专行的统治者,这种评价一直延续到今天,成为我们对隋扬帝的主要印象。 很显然,唐朝对隋扬帝的负面评价是有政治目的的,请注意唐高祖李渊也是关隆集团的一员,其祖父李虎曾是关隆集团八大支柱之一,唐朝取代隋朝,杨家被李家取而代之,这其实是第二次关隆集团内部争斗,否定隋扬帝有助于确立唐朝合法性,而且魏征等人将隋扬帝的罪状一一列举出来, 就是希望唐太宗能够从隋王那里学到一些东西,太宗陛下也学乖了,他在塑造自己明君形象的时候,完全违背了隋扬帝的意志,隋扬帝独断专行,唐太宗则是从善如流,隋扬帝滥用名利,唐太宗曾说过水能载舟,也能复舟,从儒家观点来看,隋扬帝当然是个暴君,隋朝末年的动乱,隋扬帝有很大的责任,但是,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, 重新审视隋扬帝所面临的重大问题,那么,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隋扬帝及其时代了,好了,这本书就到此结束了,今天的知识点将在下面进行总结,第一点,隋扬帝之所以被认为是暴君,是因为他触碰到了儒家的底线,第一,他独断专行,杀死了那些私下里提建议的大臣,建立了一种对他言听计从的权威,隋扬帝此举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皇帝个人极权, 打击关隆贵族及山东士族势力,这是从隋扬帝开始实施的,隋扬帝的做法是继承和发展隋扬帝,第二,第二条高压线就是隋扬帝肆无忌惮地利用社会资源,不过,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,隋扬帝之所以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,是因为隋扬帝留下了一套高校的行政体系,隋扬帝修建大运河, 以沟通南北建设东都洛阳,是巩固统一的必然要求,他远征高沟离,为的就是消除地缘政治威胁,对于隋扬帝急功近利的指责,往往是后发之人,只有回到历史现场,才能对隋扬帝及其时代有更深的了解,总之,隋朝成前起后,为了彻底终结魏晋南北朝的乱世, 开创一个新的时代,皇帝必须重建自己的权力,通过大规模的建设和对外战争来巩固和维护新的帝国,隋扬帝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,他的野心与自负罪中使他背负宝骏的恶名。